S.A.I.的會讀教學 哈囉,大家好,我來帶魚玩魔力優格,我是早子麥達斯 那今天呢,我們要來拍S.A.I.的會讀教學 上次有人在早子的教學影片下方留言說 要如何畫人物的頭髮上色 所以早子今天要來教大家怎麼畫頭髮上色 雖然早子其實也不是很會上色 但是,就用自己的方法來教大家囉 那如果呢,還是有其他疑問 可以去看守護的影片教大家 那今天要... 今天要來教頭髮上色 這是之前在畫的線稿 那今天就用這張信稿裡面早子的頭髮來教大家如何上色吧 唉,你們剛剛什麼都沒有看到 首先先用... 選擇幣工具 然後... 底色 在畫的時候盡量要畫的確實 就是... 如果呢,有一些地方像是... 沒有辦法用魔術幣工具點到的地方 用... 用那個... 選擇幣工具 去選擇它 盡量不要留一些小部分 像是... 比方說... 嗯... 假如... 假如... 假如我畫它的頭髮的時候 有一些地方沒有塗到 嗯... 絕對不要抱那種... 想說... 沒有關係啊 反正... 之後再... 塗上去就好這種心態 或者是... 留一點白色應該不會就能發現吧 之類的 呵呵... 因為這樣子很容易就是... 讓... 畫面... 醜化 呵呵... 所以盡量... 可以... 塗好的地方就先塗好 就是... 就是一種很不可取的心態 所以... 盡量... 能畫好... 一幅畫就把它畫好 呵呵... 呃... 外面好醜 塗得好暗 然後... 有些人如果不習慣用選擇筆工具 也可以直接... 選擇好要用的顏色 然後... 用鉛筆或者是筆的工具... 填上去 因為這樣子的話... 就是... 有顏色... 有時候... 用選擇筆工具 它會留一些地方 但是... 其實... 會搞不太清楚 那... 可以把線稿關掉 然後去把它塗好 或者是... 直接用... 有顏色的筆... 的工具去... 塗它 這樣子才比較不會有漏洞 嗯... 那... 可以... 可不可以 按下 好,那現在我們把頭髮底色都畫完了 就先來開個塗層,然後就叫頭髮吧 然後填上自己想要顏色,這樣導致人色是... 中色 那就把頭髮填上中色 好,這樣子就一個很漂亮的底色 之後呢,用我們之前的... 教的指定選取來源,選起來以後 開個新塗層,點貼塗層模板 那這樣子我們之後畫的筆觸就會不會跑出去 那首先,教的方法... 教兩種上色的方法 一個比較簡單,一個比較... 需要一點心思,先從簡單的開始教吧 然後...就是不定時,就是... 應該兩個都會用到 先把上面跟下面,就是... 喜歡挑的顏色去挑 去塗它 然後再用水彩筆工具,去拔印開 這樣子就會有... 頭髮就會有顏色的漸層 就上面會比較亮,下面比較暗 然後,盡量能畫頭髮就是... 如果呢... 頭髮盡量可以的話,盡量... 就是... 嗯,怎麼講... 這個要怎麼講...筆觸嘛... 就盡量可以...盡量可以的話... 把頭髮的... 筆觸... 畫出來會比較好 會比較方便上色 因為... 嗯...像... 像神戶那種... 神人等級的就是... 就是...它可以直接用... 垂彩筆軟的效果去... 做它頭髮的... 那種...柔順感... 但是... 就可能比較需要... 搭配頭髮的... 線條還有陰影去做 所以盡量可以的話... 就是... 把頭髮的... 的... 線條都畫完整一點 這樣會比較方便上色 那如果... 有自己各自的方法的話 也可以不用參照澡子的方法 好,那這個圖稱就是把它做... 這個圖稱是做... 頭髮的... 漸層的顏色 把喜歡跟... 喜歡的顏色塗上去以後 用水彩筆工具把它拌開 然後再開個新圖稱一樣 剪貼圖稱蒙版 這樣下一次畫的筆色就不會跑出去 然後... 再選一個... 顏色比較順利的顏色 稍微深一點就好了 再做頭髮的陰影 那... 早知這個... 這個畫法就是... 單純把頭髮旁邊... 覺得需要加陰影的地方... 畫一下 不用畫太多 就是... 比較簡單的... 上色方法 就你覺得這邊... 加個陰影會比較好看 就把它加一下 然後... 這邊可能... 好像加個陰影很好看 就把它加一下 讓頭髮... 有明暗 這樣子會... 感覺比較有立體感 那... 把... 我加... 啊... 覺得需要加的地方加就好了 那如果... 不要在很奇怪的地方加 像這上面比較亮 那它自然... 就比較不會... 有陰影 可以加一點點 但是不要說... 就是... 這邊全部都加陰影 把這邊也都加一點 會... 讓別人會覺得你的髮型... 畫得很不自然 因應的地方... 畫得不對 所以... 好... 盡量就是能加就加了 呵呵... 但是也不用加到太多 覺得需要加的地方再加就好 好... 嗯... 差不多是這樣子 那... 不同的地方 換更深的顏色去 繼續... 加一... 我覺得... 皮膚... 我沒有畫皮膚的感覺 呵呵... 我覺得... 好蒼白... 欸... 好... 差不多就先這個樣子吧 這樣子就會比較有陰影... 的... 明暗感 然後再加... 搭配剛剛畫的漸層 再來再開心... 一個圖稱 然後... 選取剪貼圖成蒙白... 選擇... 隨便一個... 顏色... 尽量... 亮一點的話就亮一點 好... 然後去畫它的光影... 就是光澤的地方 好... 那... 把頭髮也是覺得需要加光澤的地方 畫上去就可以了 像是... 如果想要讓它的邊緣亮一點 就... 再亮一點喔 這個地方 畫光澤 加上去 這邊... 加上去 好... 這樣子頭髮會... 有更好的立體感 呵呵...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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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在... 就在... 頭髮的邊緣 加上... 亮色就可以了 嗯... 趙趙趵趙趙趾趾趾趾... tarkt 嗯... istä... 最奇怪...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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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手有點不受控制 好 頭髮 長的地方也夾一下 就順著他的鼻鼠 去夾他 那比較深的地方 因為反光的關係 就不要夾太多 就夾在他的左右兩側就好 這樣才不會感覺怪怪的 好 夾這樣子以後 可以再拉一條線條出來 再去把他的光澤花確實一點 好 嗯 這個光澤改變 好 差不多就是這個樣子 這是第一種頭髮畫法 那如果呢 不喜歡 把他的頭髮 光澤畫成這個樣子 也可以用其他方法 像是 先把頭髮畫一些線條 就是把光影 嗯 光澤畫上去就好 沒有 不像剛剛是直線 就是不固定的筆觸 這是不固定的筆觸 好 畫完以後 再開一個新度層 然後 用 發光 比較 就不要調全滿 不然到時候刷下去 會變得很亮很亮 好 這樣去刷他的頭髮 然後 也可以用 水彩筆 那應該 這樣看起來頭髮會比較 光澤感比較好 哈哈 然後靠近臉部的地方 可以 開一個圖稱 然後用 皮膚的顏色去 畫他這附近的頭髮 這樣感覺會比較 臉部附近 光澤的感覺會比較 感覺 神清氣爽 那這是第一種畫 頭髮畫法 就光澤的話 是看個人 如果喜歡 這樣的話 或者是 這個樣子畫 都可以 還有 最早前早子的話 是用水彩筆工具 測延伸 調整80 差不多50 50 80的比例吧 然後選最白的顏色 然後去 刷 他頭髮 他 覺得需要 需要 加顏色的地方 但 這樣刷過去感覺還蠻怪的 欸 會不會有一種 淡 淡淡的 淡淡的 光澤的感覺 欸 因為 藻子比較喜歡 這種 或者是 這種 就看個人 那 這是第一種畫頭髮的方法 第二種 還是一樣 我們先把它的 需要 覺得需要畫 漸層的地方 先用不同顏色去刷它 再來這邊的話 那 陰影 這個方法就是 畫陰影的方式不同 它是 順著頭髮底部的 因為呢 頭髮現在目前為止的話 是上面比較亮下面比起來 那我們就 嗯 帶黏子 直接沿著他的 頭髮 覺得 沿著他頭髮的 位置去刷他頭髮 我要在指教外面好吵啊 這樣子 這樣子 這樣去刷他的頭髮 這樣會感覺 頭髮 比較有 頭髮的 質感 那 如果比較不習慣人 也可以先把頭髮都先畫上去 再用 小筆茶工具 調比較小 然後這樣去 刷他 如果 不習慣這樣畫的人 應該 因為 叔叔是有力破的 哈哈 把需要刷的地方都 刷一刷 好 喔 對了 最近 因為 早上有 跟喵太講過 如果要繼續玩 如果要繼續玩 因為出現了一個 異端的 呵呵 叫異端 摩給口的 摩給口 所以 早上決定 下次要找喵太一起玩 但是 暑假這段期間 比較 喵太比較忙 好奇怪喔 我們 我們暑假都 很輕鬆 但他相對比較忙 所以就 可能會 延到 等下一次跟 等喵太有時間的時候 再一起玩 這次 可能需要 一點時間 那請各位小優格 可以的話 不好意思 就 等我沒想 盡量 可以的話 會想 早點把喵太可破壞 因為覺得 這有心理 好 把需要 覺得需要刷的地方 刷一刷 這個畫法會花 比較久的時間 因為他 很注重頭髮的 筆觸 所以 就是 如果要畫好的話 細節 就是 得畫比較多的 心思 在畫頭髮上 好 差不多先 畫這個樣子 好 這邊 沿著頭髮 筆出去畫的話 盡量的畫好就畫好 好 好 差不多這個樣子 那再一下 開 新塗層剪貼塗層網版 這是在選 這是先用皮膚色 把它 靠近臉部地方 的頭髮 畫一下 應該 不然感覺頭髮會 施斑施斑的 開新塗層 然後這次要畫的是 光澤 光澤也跟前面一樣看 大家想要哪一種 包法畫 那 找直的話 都可以 就是 這邊 像剛剛一樣 好 先加一些筆觸 有需要畫光的地方 畫一畫 好 然後再開新塗層 選擇 發光 可笑 用噴槍工具 去把它 覺得需要 畫的地方 再畫一遍 像這個樣子 像這個樣子 然後 如果覺得太亮 可以把它暈開 這個樣子畫頭髮 嗯 然後 也可以像剛剛一樣 直接用鼻孔劇去 刷它頭髮的邊緣 刷它頭髮的邊緣 剛剛 剛剛教到 各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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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用來 畫頭髮 光澤的 方法都可以拿來用 頭髮光澤的話 你看 每個人用的方法都不一樣 每個人用的方法都不一樣 也可以直接用 用圓點點這樣去畫 會不同的方法 會有不同的效果 那就看 大家自己也想怎麼用 好 好 差不多就是這個樣子吧 呵呵呵 好 那如果大家喜歡 找這影片的話 或者是有任何疑問 想要再問的話 可以在下方 留言找個多會看 那如果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可以在下方點個喜歡 如果想跟蹤我們的影片動態的話 也可以在下方點個訂閱 如果想要在YouTube 找到我們更多影片的話 找在上方的搜尋 拿上關鍵字 就是魔力優格就可以找到了 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關注我們的專頁 那今天的 會讀教學到這邊請結束囉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